兩款菜市大小甜 辣椒 辣椒 大家吃飯裏 有更高分別 我們去過了幾間不同類型的食事 在同一間餐廳買正常甜度 和小甜的檸檬茶 又去了兩間台式飲品店 買了幾杯果茶 測試一下小甜和正常甜度的 含糖量相差多遠 結果發現 我們經常以為小甜會健康很多 但在我們測試的樣本中 最少的只是100毫升相差一刻 以這兩杯250毫升檸檬茶為例 小甜其實只是少了2.5克糖 即是大約半茶匙的糖 喝一杯已經是世衛建議 每天游離糖攝取量的一半 根據聖案中心指引 每100克的食物或飲品 要不多過5克的糖 才可以叫低糖 即是這些小甜的飲品 都不等於低糖 我們都很相信 這些快餐行業的人 他們都是大潔上面 一杯裡面 當你是280cc或250cc 是大約的 一斤糖兩斤糖 我開了一杯茶 我以為是混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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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下去 混合一些不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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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多餘的 為甚麼呢 都沒有 都是這麼甜的 還有我有時候說完都 正常出來吃就是這樣 要好吃又要多些甜的 沒甚麼特別 攝取過多糖分 會引致多種慢性疾病 有外國研究甚至說 糖已經成為新一代的隱形健康殺手 政府在兩年前 成立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 制定政策和工作 減低市民鹽和糖的涉入量 但委員會目前仍然建議 業界以致願參與的方式 暴降低食物中鹽和糖涵量 不過茶餐廳老闆就說 最重要都是迎合大眾口味 因為本身檸檬和茶都有一個澱味 變成糖分不夠 那杯茶就會很澱和苦 變成你進不了口 人的口味是否開始可以轉變 每個人的口味都很不同 民以食為天 不過不要想著 少甜少鹽就一定會很健康 食多了分分鐘都會超標 想要健康都要由自己的飲食習慣 開始改變了